好,接著就是,嘩,我們勾起這個童年回憶 是不是,你先唱一首歌吧 飛身到那邊的時候 對了,我真的忘記了,我真的忘記了,我真的忘記了 大家記不記得哪三個人唱? 周維敏,我記得 周維敏,其餘兩位是誰呢? 當時非常之以為美人 當時我們九年年代,看你的萬寶路 動力自拍文文化,其餘一個叫湯姆魚 大家還不記得呢,另外一個呢,我們很喜歡的 當時我們很小時候說,哇,雷雨神的王興平 王興貴又知道 王興貴那個廣播呢,王興平你不記得的啦 不是,不是,記得啦,王興貴 總之我告訴你,如果我蓋過他,他說 富堅作品重流,因為他太太也應該是富堅的 他老公沒錢,老婆就出來,把老本拿出來 不要緊,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這套東西為什麼會出回來呢? 就是美瑞士士的Crystal 其實就因為是美瑞士士20週年紀念而出的 就做了26集出來 總結而言,我覺得這個Crystal的崇禧版是很沒有誠意的 當然,已經是很早出來的 其實去年都已經有聲風聲出來 開始做一些PV 有真人版的,跟著有什麼的 真人版的就更加算鬼數啦 那個就很可笑 但是你看到就是,我一開始,我看那個時候 我叫做什麼呢? 就是作為本人,這個之後 我都在Facebook,河馬都post了 他有一些美社會支持的閃卡 告訴你,我都不約,我有幾套在這裡 我告訴你,20年前的閃卡 和現在定義的閃卡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不要理會我 所以我就會說河馬仔post的閃卡 就是那類的閃卡,我也有很多 我還要提兩套的,董哥 以前是要炒的 以前是可以拿一張東西去炒成一百元的 在這個什麼創業啊,華明的以前 這些已經過了的商品 我想現在十元你都不吃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最出名的不是閃卡 那時候是設計了一隻膠卡 那隻叫暗閃 不是閃來的,只是暗的 那張是龍珠的卡 不是龍珠的卡 以前那些閃卡還有閃中閃的就不說了 要是找一站出來說 不過就說回這套 當然這套,微笑戰士大家都說 好像很期待 要是創作一些老餅的人 就很懷念這套東西 因為這些真是勾起了大家的小學回憶 尤其是看著西拉門變身的 其實我是在他播完OPG 我已經是完全失望 完全是打擊 我老實說,我作為一套重製版 我不能夠相信你的成本是玩到 這兩個字是3D重製 為何是3D來的? 為何連opening 老實說,opening這些這麼重要的東西 嚴重卡的東西 是不應該用3D重要 3D是重要的 是樣子會揮的 是邪神將來的 每個人都是一個 很厲害 大家是玩custom made 在動畫裡面畫方 用舊的畫方 但到變身的時候 用3D畫方 但到變身的時候 用3D畫方 其實是兼用卡 你只要玩一次之後 可以用24集 為何要3D呢? 我完全不明白 而大家都知道 在90年代的作品裡 變身是每集都會用不同 現在是說變身是不會 每集都兼用卡 現在每集變身兼用卡 你會被人罵 但老實說,如果這個重製版 我覺得 所有人 是會接受到 每集都有變身畫面 而當幾個角色加起來 每個變身畫面都要loop一次 大家是接受到 因為大家會傾看 這就是 這是一套美少女戰士的重製版 因為我們以前真的這樣 每一次集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小時候就無線播 5點多的時候 我最記得 就是那時候 他真的每一集 Catum Moon就變身 那一句話就真的要轉一次 給大家看 我覺得你不能夠這樣 去虐待觀眾 就是給我們一個3D 走樣的 邪神像的變身畫面 我們去看 你還要別人每集都要看一次 就是 這個 這個不是重製版 這個是地獄版 你要明白 如果大家 不知道怎樣的情況 就是火夜黎 在OP的時候 大家試試 如果大家有人看過 這些網上報告 就真的一隻眼變了兩樣 完全是 一隻眼大 一隻眼是扁了 惡之華的眼 我見過 我見過這張東西 很好笑 老實說 你重製版 你紀念 這個 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紀念 你明白嗎 舊的 不摧毀他 又不會新的 我覺得 就算日本裏面 我不知道製悅群 是否對附堅有一個很深的怨憾 你都不 老實說 禍不及家人 不過你不要說 武來直指 說真的 1992年開始 國美少女戰士 直到97 去到97 去到97尾 其實那時候 真的造成 武來直指最巔峰的時刻 那時候 但是你說現在 重製版 其實就是重製版 是Cellum Moon的第一版 第一集 總之是無印 就是第一 他叫做 今次 其實他是說 跟回漫畫版 去做的 即是他的女兒 不會出來的 是啊 其實你有沒有人 買過武來直指的作品 美少女戰士的作品 我有齊整套 在家裡的 老實說 不是漫畫 是他的畫集 他的畫集 其實跟回他的變性 有少跟回他的畫集 畫風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但是 我真的覺得 我看那一集 我覺得他在那裡受刑 多過在那裡 懷緬我小時候 在美少女戰士 那種這樣的期待 但是有些不同 尤其是 有很多人說 三石琴賴 可以配上 魚野兔這個角色 當然 其餘四位美少女戰士 其實已經轉了角色 那你說三石琴賴 為何有人說 我好像這次配得 還給二十年前回誕了 那當然 我都覺得是的 為什麼 其實大家如果 大家要留心一下 就是畫質 大家的感覺問題 為什麼 現在那個又是 很柔的美術畫風 即是由那些 叫做小女漫畫畫風 以前九零年代 那些是一些較為 Q版 較為 有趣的畫風 所以畫風是不同了 大家感受不同了 再用三石琴賴 再用二十年前的配音方法來做 其實就變得很奇怪了 所以整套 我現在都說 整套作品裡面 它 它不是被人去拿回當年的感覺 它是破壞你童年的回憶 你覺得三石琴賴 尤其是她的 情緒激昂的位置 哪有時候 其實她跟一班 年青華媚的女生 一起說話的時候 就出事 出事 就立刻 但是我肯然要給她一個 credit 大家如果有經歷過美少女戰時的聽眾 或者觀眾的話 你們其實要清楚一件事情 你們要體育的時候 你們要對比自己當年的情緒 還有就是 對著一個就是 在你回憶中話會 當時覺得好型的角色 就是那種變態蒙面 不是 禮服蒙面俠的角色 那時候 你要見到她 那時候 你會有些什麼感覺呢 其實 你會發覺你會有很大的落差 你會發覺就是 回憶當中的她 是經過很多的 很多的 PS桑甲的改造 和潛建出來的角色 不要說 鼓鼓刺剛剛C3 才來香港 不知道 但是 那句就是 這套東西 她不會給到什麼特別的 童年回憶 大家去回顧 她真的會破壞 老實說 如果聽眾 是對美少女戰士 你當年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很喜歡 請將她留在你的回憶裡面 那我不覺得什麼 其實我覺得 三石琴乃 其實一直都在做配音工作 還有 三石琴乃 如果大家記得配音工作 有一位 其實就是 Love Life的 Niko Niko 那個不是三石琴乃 你隨便找到 三石琴乃的作品 都不應該去看 這套Crystal 她不會再配 這個年紀的美女 她應該要配 Niko的媽媽 而不是再配 二十多年前 二石琴乃 其實三石琴乃 大家都知道 1967年出生 你用48歲的聲 你配合一個十四歲的阿妹 其實是難度很高的 我沒有說她是難度很高的 其實 你記得的男藥美配 就是Coke Geass 那個公主 Yuffie Yuffie 那天她也是十四十五歲 那你不會覺得很違和 那同一道理 就算你說 Mikuru 也是 年紀有這麼多 但是你不會覺得很違和 因為她們還是配合 這類的 但三石琴乃不是 你明白 有些聲優 保持得好 保持得好的 問題 我最終還是要說一句 其實大部分的作品 所謂的紀念 即是紀念的重出 或者重製 握錢 不是握錢 她是已經做不到 當年那種 因為當年其實你是有那個 技術的限制 和當年那個 大家對動畫的認知 和那個時候的 無論角色各樣的東西 是叫她才能夠成為一個 大家心目中覺得她是 出色的作品 或者她是一個經典的作品 但是你重製出來 我覺得甚至有時候 我覺得是 你拿她出來辨師 但OK 辨師都不要緊 但是你要她價值重用 你都要令到她有價值 你不是給一些 這樣的畫面 這樣的質素 即和和美碎之士 是完全不合的東西 其實你出來的效果 其實不會好的 其實是 不過其實怎樣都好 其實我覺得 reputation 是這麼好 其實你重製 九成九都中招的了 通常九成九都一定有人彈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好像 I am God 說 因為近期 三四角 已經都不是 配這類的角色 其實再回來配 還要以一個 少女漫畫的畫風 來做完整套 你Q版還可以接受 就像以前九零年代 那種畫質 其實我們會接受 那時候 看起來好像 現在的樣子 就被小女畫風出來 就變得很突圓 還有 避長胃 這是第一集 正常的 這是第一集 其實中間 如果對比九零年代 那個第一集 其實少少變了 第一件事 當然 大家的外戶動物的意識 提高了 為甚麼 因為第一集 Luna 那隻黑貓 其實是被小女孩欺負的 就是九零年代 那一集 現在那一集 全部都被削了 因為大家都外戶動物 第二件事 地長胃的圖是完全古靈精怪的 那時候 190年代 大家還記得 劉德華 這個圖 就是一些很扁身的 太陽眼鏡 做了一些 好像 闊身西裝 那樣 像萬波那種 墊薄那類 現在這次地長胃 不知道是否 要符合 二十一世紀口味 對 二十世紀口味 做了一套 踢屍圖 那時候 逛街都穿踢屍圖 根本相當瘋狂 你不要管 盈藍的東西 我們懂得怎樣 這套 這套 有排播了 不過 我也是那句 不要抱太大期望 我想問清楚 大家覺得 三十在那裏 覺得他 這次的情況 大家還期不期待 及後的表現 三十在那裏 不予置評 當你發覺 你身邊四位 都是連青萬味 青春活力 聲音甜美的女聲優的時候 發覺 阿姐 你 OK 沒話說了 我覺得沒有關係 其實這件事 不過 以作品來講 以重製來講 他不會帶 他不會帶到 什麼出來 讓人去 如果畫面 你用一個現代的 你用一個 現在的 動畫的 索造角色 將它重製 整個畫面 或者將他們的 角色 那個造型 再做些改變 你想將它 炒起 有一次 你這樣的話 我會明白你的 就算他可能 和過往的形象 有點不像 但我會明白你的用心 但我現在 覺得你是用心不良 其實我覺得 如果想做好一點 不如做個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說 當是說 那幾個 這個是重製版 通常就是 紀念作 通常都說 是他之後的故事 或者是 他將它重製 但他選了重製的話 其實他要沒有的風險 就是說 他怎樣可以做回 當年的 感覺出來 感覺和氣勢 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感覺和氣勢 最大問題 就是你的感覺和氣勢 最大問題 一定會和你比較 當時真的 熱得怎樣 熱得整個亞洲區 連外國 那個興起 是很可怕的 那時候 真的很巔峰 而 美瑞節也是 上了名人堂 所以 不過 大家看看就算 這個就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裏 那我們去下一套